- 滾滾长江,东是水,浪花淘尽,英雄类 大家好,我是彩虹,欢迎收看彩虹解说萨果莎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彩虹还是给大家带来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闲话不多讲,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第一把的话,我们是一个四号位的大忠臣 主公选择了长,这个长这个说说话,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耐揍的 这个有时候他神起来的话,这个真神,这个康开摸到九头也是难说的 这跟身份是一样的,你杀一个零血,这个零牌一血的身份 没有黑杀,只有红杀,有时候他神起来,就是这么神奇 就能康开进来到三九头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二号位的左慈,起手联姻了这个brother称和长 然后直接一刀火杀下去,然后跳了一个大瓣贼 然后这个brother称呢,我是不知道他手里是真没有伞还是假没有伞 然后他起手去胜了一下左慈 然后相对来说跳了一个大忠臣的身份 但是他起了闪,不知道这个闪是后摸到的还是怎么怎么的 好的,那么我们起手去这个乐了一下藏 相对来说跳了一个比较反的身份 其实他为什么要乐一下藏 因为左慈,左慈他的化身是遗迹 这个遗迹的话大家明白 这个相对来说我们跳一个反贼 左慈又是反贼,这样子的话 这个左慈他一脉,然后他遗迹给我们 那你要给的话就一张一张给 不要两张一起给 但是这个左慈的话好像这个 这个遗迹的质量牌比较高 给两张无中生有 那个闪电是我们自书摸上来的 所以说你一张一张给和两张一起给是不一样的 一张一张给就是我们是一加一 就是说你给一张 然后我们加一张,给一张加一张 就能摸四张牌 就是说连你一记给我们一种能摸四张牌 但是你两张一起给的话 那就是说二加一 二加一的话我们只能是摸三张牌 虽然一张牌这个翻不了多少事 但是这个少摸一张你肯定会比较淡承的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夏家孙钱 他的这个牵牙他也能那个啥的 他也能给我们牌的 所以说我们刚刚这个南蛮入侵 放出去之后 然后给孙钱 然后再开万箭齐发 然后再把他的 其实说按照道理上 这张南蛮入侵是我们放的 就是说他再把那张南蛮入侵再给我们 然后我们再自书摸一张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 我们虽然跳了一个比较反的身份 但是这个佐词他应该没有这么纯吧 他如果再给我们的话 说实话也没多大作用了 因为我们排这么多 这个除非我们自书上来诸葛联图 或者说他给我们诸葛联图 否则的话他给我们那么多牌 我们也没有多大用处 而且我们还有两张无中生有 而且两张无中生有 我们是能开出六张牌的人 所以说这个无中生有开一次 无中生有开一次 因为我们因缘他的这个给的牌 只能给排名 这个如果给过无中生就不能再给了 所以说包括这个万剑齐发 应该是在孙前手里 我们有没有给孙前 不知道 这个反正肯定是给了 肯定是给了 有没有给仓 我们不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 四号位这个我们万剑齐发 这个 然后 他是南蛮入侵给我们的 然后万剑齐发我们给谁了 我也不知道 不用管了 不用管了 因为这个南蛮入侵开下去的话 场上应该是要差不多的 肯定是要诈常的 再加上我们有这么多牌 我们光从气势上 就能压制住他那些反对方 而且左词已经被我们打成这样子了 他就算有一个神化神遗迹 又能怎么样 又能怎么样 然后我们开到无中生有 然后获得了诸葛连奴 没错 那就是我们的诸葛连奴 我们也是刚刚开了南蛮之后 也是打了无限 这个确保曹王的乐 不要被中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拿着这个 这个AK 然后又有这么多杀的话 接下来有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 虽然我们现在手里还认下 一二三四四杖杀 虽然不多 但是我们从这些七子上 绝对能压制住他们了 所以说 我们再去砍 Brother春 然后Brother春 常慷慨给他牌 卡他联姻 卡他双四 好的 那么场上的话 一中一内已经阵亡 我们又是一个标准的一内局 所以说我们马莲安也没有必要 说是内奸 不要野霸 好的 那么我们是起手非常快乐的赢得了第一局 我后面那几局 薄一哥 好彩头 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把录像 那么第二把的话 我们是一个三号位的大中层 主攻选择了阿笨 好的 那么我们主持角玩家选择了一个神刘备 这个说实话神刘备也是第一次在惨红的视频里面登场 这个神鹿逊的话 已经在惨红的视频里面出现过很多次了 这个神刘备说实话真的是第一次阿 好的 那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的技能阿 这个龙鹿阿 转换剂锁定剂出爱阶段阿 羊你失去一点体力摸一张牌 然后本回合你的红色手牌均死为火杀 因阿你点一点体力上限 然后这个摸一张牌 然后你本回合啊 锦囊牌均死为雷沙 且五百法乱 次数限制第二个技能 解银啊 你始终属于连横置状态啊 比如说也属于连横状态 以横置的角色手牌上限加二 结束阶段你可以横置一名其他角色 那么陈琳刚刚被我们横置了 所以说他刚刚这个手牌上限就加了二 拿了那么多牌啊 那么其实啊 有些玩家认为这个神流 神流被他很垃圾啊 说实话神流被他真不垃圾啊 你如果觉得神流被垃圾的话 那就是你不会玩这个武将啊 这个 这个怎么说啊 你要知道这个虽然他是 确实是有个负面性的技能啊 我每轮都要留一点体力 然后这个万一没那么多杀 然后又怎么样啊 所以说这个感觉大部分人都玩的话 应该就是讨厌这个吧 那感觉啊 其实感觉会感觉啊 但是神流被和神陆迅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上手的武将 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武将啊 而且这两个武将绝对是一个不弱的武将 绝对是一个不弱的武将 那如果弱的话呢 说实话那就证明那个那个啥了啊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第一轮是羊 然后我们刚刚这一轮 在我们出牌的时候就是阴了啊 好的那么阴的话 就是说我们这个锦囊军视为雷杀 且没有次数限制 然后如果是羊的话就是说 红色手牌军视为火杀 没有距离限制啊 那么有时候关键性的时候啊 这个神就是神在 哎我没有武器没有简易码 哎我就是能打得到你啊 这个说实话啊 就是说三国沙到现在啊 就风铃火山再加上英雷啊 这个六个拓展包 然后每个拓展包是 这个两个神将 就是说12个神将里面 没有一个是弱将啊 绝对是各顶各的用处啊 有人会说神关羽比较弱 诸葛亮比较弱 但是这个说实话 神关羽和神诸葛亮是真不弱啊 绝对是真不弱 但是真的强的也有啊 你说这个神神司马一比较强 神噪音比较强 神速迅比较强 但是啊 这些武器虽然是比较强 但是他们啊也是比较弱的啊 这个他们如果防御差起来 绝对是一个 不不不不说了 不说了 好的那么我们这一轮的话 就是说这个是羊啊 红色手牌当火杀 然后且没有距离限制 好的那么我们搞到了这个诸葛连弩的话 哪怕我们没有解一马 我们都能看得到张和和太史词 何况我们有解一马 何况我们有解一马 好的那么我们成功把张和干掉 然后AK突突啊 虽然我们这张无中生友没用出来 但是我们这张无中生友当杀 绝对是有价值的啊 你别说哎呦无中生友 我就摸两张牌也比较开心 但是有时候你排队总归有好的时候和坏的时候 你如果这样无中生友开出来 你开出两匹马啊 说实话你还真没有两张杀之前 甚至没有两张闪之前 所以说啊 你有与其这样无中生友开两匹马出来 我还不如当一张杀出来啊 绝对是实用的 所以说啊神六倍啊绝对是一个中上型类型的神将啊 所以说啊想要玩的好啊 这个多练习啊 而且神六倍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吃这个手 一来他是比较吃手牌 二来的话你要懂得续抱啊 要懂得续抱 其实他的属将定义啊 跟张飞啊跟炎良文丑啊 那相对来说炎良文丑就比较看运气啊 因为跟张飞的定义是一样的啊 你懂得续抱啊 懂得这个存牌啊就是王道 那当然你如果神流倍得上一个鲁素的话 那这个说实话 你就是真的是如虎添翼了啊 这个说实话鲁素这个武将啊 绝对是百大类型的武将啊 那我感觉啊这一把啊 我们场上任何人跟鲁素搭配绝对是港港的啊 哪怕跟我们鸡康配也是港的啊也是港港的 好的那么我们这一把的话是一个七号位的大忠诚啊 主是家玩家啊 选择了鸡康我们的主动是西智才啊 好的 西智才他如果 忙仙服的话 那忙谁 要不就忙我们鸡康 要不就忙寻遇是不是 相当说这两个家伙 要不就佐持啊 就这三个家伙啊 可能他会首选仙服的目标 然后这个莫浩卫的马超啊 这个反贼属性就比较高了 我们直接定义他是反贼是不是 好的 那么我刚刚把马超标为反贼的同时 我们的这个徐速就直接阵亡了 那么我们看徐玉这个家伙干什么 徐玉他是乐器之材 然后拆他啊 他是一个大反贼 然后琴力好像去干他了吧 是不是 那他要不就是一个内奸啊 因为我们是忠诚的话 他如果在这样子打的话 他他只有是内奸是不是 好的 那么观音频的话 反贼啊 反贼 那这样子的话身份就很明确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去烧一下自己 然后 这个清闲我们是不能对自己用的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赤桃回血这个就可以用了 因为我们受到伤害的这个清闲啊 只能刚这个做成伤害这个的目标 那么刚刚我们那个火攻火攻自己 如果我们发动第一次清闲的话 那就告我们自己啊 所以说这个不要搞混了啊 不要搞混了 可能相当来说我们玩这个线杀线杀的面杀啊 可能不会犯这种错误 但是这个我们在online上啊 这个有时候点的太快啊 这个错误话都会有哪 哪怕是我啊 我有时候也会点错误 比如说人家杀我一下 这个我裸奔了啊 我就没有发动八卦阵啊 有说实话可以搏一下 但是这个不一定能领中啊 但是有时候你点的太快就真没办法啊 好的 那么确实啊 我们的这个西之财 他是先服了我们 那么服我们也是有好处的啊 绝对是有好处的 这个我们这个西 我们基康啊 不一定说啊 我们这个很强啊 这个因为我们毕竟没有输出的技能啊 没有马超那么强 但是我们绝对是一个能当人的武将啊 绝对是一个能当人武将 好哎 这个当一下 你打我就当你是不是 然后我们不去救他啊 他是个内奸啊 因为 西之财 加上我们 我们基康啊 绝对是够了 哪怕我们正王了 然后我们给西之财 这个绝想 他如果能拿到我们的裂奔啊 他绝对是有一挑 他们三个反贼的能力 但是这个马超的话 可相对来说 会比较淡疼一点啊 好的 那么这个马超说实话 他 这个九杀 他是说可以杀我们 因为他是可以屏蔽掉我们的清闲的 所以说这个马超说实话 你去杀他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打我们啊 你打我们 你把可以把我们的清闲和绝想全都比掉啊 如果我们在一血没牌的情况下 他一张杀下去 发动铁击啊 我们是全部全部没有 就跟你马超去杀一个庞同一样啊 庞同一样 他是带着灯炮走的啊 我们的基康啊 也是带着绝想走的啊 我们还要提醒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绝想 死亡后是随机获得的啊 不是说这个你西之财 如果我们阵亡了 给西之财发动决想啊 西之财啊 我就跳裂弦啊 没有 我们是随机获得的啊 随机获得的啊 那你如果获得裂弦的话 那你说你本事大啊 运气比较好 好的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是这个干掉佐词之后的话 马超这个家伙说实话 现在一个神装我们比那么的好打啊 好的 那么他现在头脑比较想清楚了啊 转过头来打我们了啊 那有可能是西之财 这个神王盾卡的 他比较弹腾啊 好的 那么这个你现在如果来搞我呢 已经就已经完了啊 这个你马超来打我 激康已经完了 绝对是完了 因为这个你如果先前来打我 把我的血线压下去 绝对是 你你们反贼方赚 但是你现在反过头来打我们 激康已经没有的完了 绝对是没得完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如果啊 这个我们能撑下去的话 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主持小玩家把闪气了 因为我们毕竟边上一个马超啊 他如果一铁击的话 我们的闪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所以说一张闪的价值 绝对没有一张无蟹可击价值高 所以说我们选择了这个流无蟹啊 保住马车 然后马车的话 桃子又给我们这么多啊 所以说 这个马超你东打打 东打打我们西打打西之财啊 所以说你顾头不顾尾的情况下 那你准备接受这个失败啊 接受失败 你如果起手啊 我刚刚就说你起手 刚刚那时候就来打我们激康啊 这一局反贼就赢了啊 绝对是反贼赢了 你马超把我西之财干掉 绝对是你马超赢了 那反贼方赢了啊 好的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啊 这个我们虽然最后一把西之财 而这个金康啊 没有任何主动性的攻击 但是我们谈情也是能伤人的啊 有说这个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 三国里面 这个孔明父亲退众达啊 这个诸葛亮不用一刀一剑 一兵一组下退司马仪 这个几十万打军啊 当然这个是我们三国演义里面的啊 这个真实历史上的话 这个大家大家自己去考证啊 好的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哦 那么结束之前啊 有两句话跟大家说一下啊 第一句话啊 视频结束后方的彩蛋上面 有彩虹的投稿邮箱啊 希望广大的玩家 能给彩虹领域的投稿啊 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 咱们青山不改 陆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